我觉得解放军也很妙 就是他们完全没有辨识的能力 其实解放军 解放军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断的外宣 那为什么要外宣 因为不够强才要外宣 你什么时候看过美军在外宣的 美国没有外宣的 美国的外宣 就是说告诉你我直接演习 我直接兼并兼演习 我直接让你看 我直接打正常的一个射击 集成战舰 集成靶舰 他直接做 他没有在外宣 所以你看 那什么时候什么单位的需要外宣 就是你演习没有那么威 演习没有那么威 我只是射个靶件 射个没有那么漂亮 那怎么办 做土你看这是什么 这叫做玉海干扰师 足起的光电屏障 这是他们东部战区 海军电子对抗训练的影片 你看他说 我们只要打出这个电子屏障 打出去就跟极光一样 在下面所有的船 雷达电脑导弹全部都瞎了 都看不到 对 哇好威喔 好棒喔 但我就讲 其实你说这种电子干扰弹 卖冲弹 我们都曾经有试射过 打出去的时候 我怎么都没看过这种东西 我怎么没看过这种东西 通常 所以他是弄了一个假图在这边 他可能是用光线去拍 可是也不对啊 他骗不懂的人 如果他这么威 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都消失 这怎么造的 对喔 对不对 对有道理 对不对 如果说这么威 打出去之后 所有的电子脉冲 把所有的电子器材全部都无效了 那你怎么拍 这怎么拍的 对 我就指出这点就好 请问这光电瓶那怎么拍的 对就是假的嘛 就是假的嘛 如果真的那么厉害 就全瞎了 用什么拍 对 没有人可以拍啊 真的造假都不用管逻辑就对了 对因为他讲的很威嘛 我告诉你打出去啊 弯弯的那些什么雷达啊 各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铺路爪雷达 所有的海面雷达防控雷达 全部都消失 那照片怎么拍的 你告诉我怎么拍的 消失 这是什么 这就是华天下之大机 还是陆媒央视提供 你看我告诉你 我就拍出来了 对原来你的相机 比所有机密的雷达还厉害 他本来想骗不懂的人 但是被懂的人一拆穿之后 哇天哪 对你如何拍出来 然后你看这次也是 在距离台北 西北方240公里 他圈地实施实弹演习 他说我这个地方 我来开始演习 这里附近有福建 莆田的这个机场 我这个地方 只要完成之后 我就让你台湾吓死 为什么 这是在清乾隆时代 打台湾的时候 曾经在这里做过 清乾隆时代 对 乾隆时代 乾隆 好复古 解放军 就在打台湾 所以说这里演习 台湾一定很怕 其实我跟你讲 台湾不是怕 你的演习 所有的内容 表示你这个没用 表示你这个光频没用 因为我们的雷达 全部都抓到 包含有多少人 有多少状况 所有人说 会不会突然间 他以训转战 马上就开始攻击台湾了 因为清朝乾隆皇帝 在那个时候打过 所以现在会不会 我告诉大家 演习的集中的兵力 演习的屯粮 跟演习带的弹药 跟实际作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演习大概就三天 你三天要吃的粮 要打的炮弹 还有要聚集的兵力 跟你实际演习 实际作战怎么会一样呢 你的准备工作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看到看出来了 所以我说 不要夜间吹哨壮胆 这个圈地 你就圈在这边 好好演习吧 对不对 军队本来就要演习 那我们有没有演习 那我们也演 我们也在做 宜兰壮为立泽检 红色寒这块 告诉你 这一次 第一次演习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八年前 八年前 第一次我们把部队 带到宜兰去 就是我们单位去的 去那边做反击演习 那这一次呢 是分开两段 就是陆战队先做登陆 为什么要登陆呢 要模拟 如果中国真的 从这里登陆的话 时间要多少 我们把参数算出来 所以以前我们只是 反击打海 那这一次是我们 模拟共军登陆的时程 要算差的时间 因为从西部 是由岸到岸 从东部是由舰到岸 它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船 然后把小的登陆舰放上来 我们要算这个时间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们就要做好 怎样怎样的准备了 就是它的大船到的时候 我们的火炮怎么打 它放下小船的时候 我们的火炮怎么打 但我觉得它们应该很难上岸 很难上 很难上 因为利则检这个地方 已经是太平洋了 靠太平洋了 太平洋这个地方 风浪是较大的 那如果你要把船放下来 它的小的周波 没有办法顶浪 它一定要尽量靠近岸边 才能够放 那尽量靠近岸边 就进入我的火炮射程之内 所以说我们要抓这个火炮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对 就是一群炮下去 它就让它可能出都出不来 在它大船靠近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沉没 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现在正在做的演习 那等到7月份 就是反击作战 打的演习开始 因为我不可能自己假想敌 自己打自己 所以先做登录的演习 然后等到7月份 他们就撤掉 我们就打实地的作战 了解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都 因应各种可能的模拟状况 在做对应了 战争游戏 我们通常说 战争游戏兵推发射 高超音速飞弹 对 这是某个 以前我们部队的前辈 去推的 他说我跟你讲 中国的这个飞弹 比俄罗斯的匕首飞弹 还厉害 因为匕首飞弹 是从飞机上丢下来的 所以可以被爱国者飞弹 给拦截 那这个中国的飞弹 它叫做东风21到27 这都是超高音速飞弹 这些飞弹是直接打到外太空 再下来 所以我们拦不到 所以我觉得 这是因为吃了解放军 吃太多奖 是这种吃人说梦吗 这比较像是在战争 手游游戏当中 对 是在手游 然后他说 我跟你讲 他一波打出来的飞弹 就是他总共一次 一波三次三波 一次8枚 8三24枚 24枚高超音速飞弹 他说我告诉你 不是打成一艘美国的福特航母 打掉一个航母战斗群 大概5到8艘的船 24枚可以打成一个航母战斗群 我说句实话 我是陆军的我不懂 海军的朋友 你自己发发声吧 24枚可以打掉一个航母战斗群 你当福特号周边的护卫舰 防空巡航舰都瞎了吗 对 当别人傻子 傻愣在那 也许是他们那个极光式的那种 所谓屏幕 把他们都弄瞎了 可是你至少还拍得到 那你自己也会瞎掉 对 你自己也瞎了 所以说他就说 这可以把整个美国最强的福特号 24枚超音速飞弹 就可以把它全部集成 集垮集烂 我说句实话 美国人会不会说 好那我们也拍一个大外宣的片子 来外宣你 不会 我告诉你 美国直接就去演戏给你看 你还打 所以他就是存在想象的幻想的 手游游戏当中而已 讲得爽 讲得很威 用模拟的图案 来让你觉得很开心 那我告诉大家 美国500个军机 500架的军机 10天之内会不会介入台湾 有多难 中美一向说 他怎么飞来 我让他飞得来回不去 就这样讲 那美国说 没有我没有要飞来 我本来就在冲绳 我本来就在飞玉宾 我本来就在关岛 我何必飞来 我起飞就在这里了 你真的以为 台湾海峡是半个地球远吗 你以为他要从那边 绕半个地球来台湾 所以说这些中共的媒体 就是心意想说 美国要来多远 你要飞过夏威夷 飞过关岛 再飞到第二岛链 到第一岛链 你别忘了 在冲绳就有 在菲律宾就有 在关岛就有 而且告诉你 飞机绝对不是你们想象 像你们的飞机一样 飞到一半就心脏病 要掉下来了 美国的飞机的引擎 比中国好很多 所以500架 会在10天之内 飞往台湾海峡 不是10天 它已经在了 它已经在了 不需要飞来 所以说中国的媒体 最怕人家反介入作战 防日本 防韩国 防美国 我告诉你 现在你连台湾都要防了 因为台湾的 嚇阻能力 整个飞弹越来越强 中国你最好 就是在你的划定海域 240海里面 你就好好的努力工作 你不要来越界 一越界 说句实话 来得了回不去 我告诉你 是在讲你自己 而不是在讲美国 有啦 他会回去 七天后 那个头七是吧 对 头七再回去 是在讲美国